古人修行 多半在山上住个小茅坡 很简陋 三五个人在一起共修 我三十岁的时候 把工作辞掉了 跟着参云法师住毛棚 在埔里住了半年 毛棚真的是茅草盖的 墙是住篱笆 住篱笆了 湖一层水泥 外面看到是水泥 里面看是住篱笆 就晓得了 茅草盖 五个人在能修行 三个出家人 五根朱镜州老居室 这两个人是在家人 各地房间很小 一个房间大概就是四张床那么大 长房间的房间 一个房间百两张床 我跟朱老居室住一个房间 当中一个小佛堂 三个法师 参云法师 他一个人住一个房间 另外两个法师 共同住一个房间 大宗法师 普妙法师 所以我跟普妙法师 很早就认识 那时候没出家 我在茅草盆里做义工 年龄只有我最小 住牢区是七十岁 祖父辈 我在那里做厨房 照顾三个法师 一个老人 我在那里做义工 一个人 照顾四个人 所有工作 一个人做 功课呢 参云法师 你工作完了之后 看阿弥陀经 指定我三个住击 莲池大师俗潮 偶遗大师的药器 游戏大师的园中潮 另外是一部 应光大师文潮 小佛堂 每个人有个小桌子 就直接插起 房间书 我这个 这个小桌子上 就这几本书 没有电灯 没有自来水 没有自来水 点蜡烛 点油灯 竹毛棚 确实 是非常好 很干净 四周围 一公里之内 没有人家 很清净 中毛棚五个人 都吃午 晚上不吃东西 完课完了之后 就睡觉了 八点钟睡觉 两点钟起床 三点钟早阔 早阔是三点到五点 两个小时 我因为工作了 早晨我也准备早餐了 所以我的早阔 是拜佛 三百拜 三百拜大概要一个半小时 拜完之后 我就烧早饭 休闲人的生活 简单 有规律 这山上 我们自己种一点菜 毛棚后面 还有一段 一段距离 有泉水 调水 很辛苦 我们想方法 看竹子 把里面猪肩打通 做水管 让水的时候 从山上流下来 行 山水非常之好 但是 每一年三天 山上有野兽 把水管的时候搞断了 要去找 去把它戒起来 烧柴火 没有电 没有瓦斯 柴火太多了 捡这些树枝 足够用了 用不着就砍柴 去捡 捡树枝 这样的生活 可能如果大灾难来的时候 水电都没有了 自来水没有了 电没有了 瓦斯没有了 大概就要过 毛棚生活了 大概就要过毛棚生活了 每一天 每天看筋 念佛 拜佛 是我们日常苦苦 他心是定的 不散乱了 没有忘念的 我还没什么 好 我还没什么 词